原住民孩童穿戴著傳統服飾 臉上天真笑容相當具有感染力 這幅油畫作品不管用色或者神韻 都讓觀賞者相當驚艷 尤其是把原住民女生的神韻跟表情 表現得非常好 那這三幅看過去的時候感覺非常的舒服 而且可以從他們神韻跟微笑當中 感覺他們的活潑以及他們的熱情 而旁邊的兩幅作品主角都是原民孩童 原來作品中的主角是台灣原生同生和唱團的團員 作者是副市長邱佩玲 其中還有一段小故事 我是一年半前開畫展 那他們給我的靈感也給我的照片 畫了之後我還做成了悠悠卡 他們也很開心 那錢就一個原生的團體 我覺得我很高興是 從他們身上可以看到人最真诚最燦爛的笑容 最單純的小孩子 畫這食譜畫的時候 我當時心中是很安靜很舒服的 其實畫人像是相當有難度的 畫人像不在於畫的這個像不像 在於那個韻味可不可以十足 最重要是他的眼神 所以每位小朋友其實我都親自跟他們互動過 互動了一陣子然後跟他們聊天 才可以畫出他們的感覺 那當然在背景的配法也很辛苦 因為顏色要很衝突 從畫畫當中可以看出原來我個性內心中的 跟我表現可能不太一樣 金融百號油畫特展 會集了來自全省各地知名畫家 精選了37幅精彩絕倫的油畫作品 金融市長謝國良 副市長邱佩玲 及文化觀光局長江廷梅 和藝術家們一起合影 邀請大家一起來欣賞 我們有幸的透過這一次的油畫特展 欣賞到許多藝術家的傑作 這些作品用不同的風格跟樣貌 全面展現了金融的文化風情 是一場難得的藝術跟心靈的饗宴 我們這次油畫學會呢 參加的這些畫家 都是國內的頂尖的專業團體 這項展覽作品涵蓋抽象 和具體的表現手法 透過每位畫家獨特詮釋 展現出藝術的多樣性和新奇面貌 百味的油畫運到我們這個場域 然後做好整個的布置 其實都是通力合作 而且我們基於第一次迎來 這麼這麼多的一個不一樣的 一個藝術的一個文化的一個展覽 也是開啟未來我們在整個 我們文化中心這個美術館的展場 的另外一個風貌 那除了這個之外 接下來其實除了油畫協會所辦的策展之外 接下來我們也有基隆新發140週年的策展 還有就是法國的雨泥 第25小時的一個策展 都是在運用我們今年美術館開啟之後 不同的一個策展方向 也不同的一個模式 希望讓我們的市民朋友更多可以欣賞到 除了在台北可以看到 基隆我們這個Indigo 這個銀海的這個城市 也可以看到不同的藝術的作品 這場油畫展即日起到8月25日 直在基隆美術館展出 每週藝術館有興趣的民眾 可以把握時間前往參觀 記者 黃少民 基隆報道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